那我们要派出的十人 除了我和彩儿 其余八个都是谁 因为梦幻天堂 有一个严苛的限制条件 那就是 进入之人的等阶 必须在七阶以下 为了我们人类 能在梦幻天堂里获得更多胜算 所以 除了你们二人以外 我们还会加入其他八个六阶巅峰 每一个都曾在战场上 先锤百炼 拥有常人 无法比拟的实战经验 与战斗技巧 你们十人 将组成人类最强的 少年天才队伍 进入梦幻天堂 与魔族对抗 但不管他们 再打梦幻天堂的任何坏主意 想得到任何东西 这次 我们都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这就是梦幻天堂的入口 看着好普通啊 为什么上层会派两个六阶新人 听见梦幻天堂了吗 因为他们很强 抱歉各位 来晚了 放开了 张团长 龙团长 好久不见 这两个人到底是谁 能让放开都这么和气 我就知道这十个人里面会有你 全军列阵 小杜将军 你已经梦幻天堂了 我看魔族这一次还咋嚣张 小杜将军还是一如既往的高了呢 童兄弟 你也在啊 那我们这次进梦幻天堂 可算是如虎天意了 小杜将军 好久不见 小杜将军居然会主动跟你说话 对了 还你上次的刀 谢谢了 兄弟 够意思 一点心意 你拿去 这么客气呢 那谢谢了 哪人何方神圣啊 不认识 要不问问 放哥 小杜将军 这两位你们认识 介绍一下 我最好的朋友 龙兄弟 以及 我知道这位姑娘和你的关系很好 但我确实忘记了她的名字 彩儿 彩儿姑娘您好啊 你真是朋友吗 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啊 我叫川阳 幸会幸会 你好 龙浩尘 请多指教 你 你叫龙浩尘 我就是那个 那个 对 就是那个 拯救了整个镇南关的大英雄 龙浩尘 哎呀 原来你是龙浩尘哪 我们还说谁这么大面子 能让小杜将军主动的 你好你好 我叫双板斧 叫我斧头就行 我是腿哥 你比我想的要瘦啊 多时间 我们可以切磋一下 听名字 还以为是个酷哥 没想到是个重胎弟弟呢 这是你女朋友吗 很高冷的妹妹呢 好可爱 我是温柔一刀 请多指教 请多指教 飞黄 我叫小田江 最近总听到你拯救 正南关的传说呢 传说 啊 没那么夸张 是大家过穴了 过穴 你叫我那八戒穴魔不夸张 全大陆就你一个吧 我 我 好厉害啊 看来你们都认识了 趁魔族还没来 我先交代你们一些事情 人类已经探索梦幻天堂几千年了 教育魔族 还是有巨大优势 有这份梦幻天堂内部的地图在 你们在里面行动会方便很多 放心吧 你们可是规则之下最强的 在抢夺宝物这世上 一定不会输 那是自然 这可是我们人类的主场 本来被魔族抢走名额这事 大家就憋了一肚子信 进去了 岂能让他们占便宜 告诉魔族 梦幻天堂都快开启了 还不出现 我不是怕了吧 那就是人类派出的十个人 看上去 看上去 好多啊 碗监幻天堂能订了 出现什么状 想吓我谁呢 有本事就下来干一架 等阶级之后 便给你们些颜色强强 够了 这不是灵啸殿种吗 几十年不见 还没死呢 我就说谁出场这么装呢 原来是你呀 黄树 瞧你说的 我都还没用你的骨灰种花呢 怎么会死呢 有本事就与我打一架 逞这些口手要有何意义 那我可不敢 万一不小心 又把你那两条腿打残了 少死 有东西 有本事你别躲 没想到连侍卫都用霸杰的实力 黄统领真是硬气 连魔神皇的旨意 都敢违抗哪 等解决完你后 我会给这些小东西流口气 再把它们平安送入梦幻天堂 刘翔 刚刚不是还很硬气吗 看来嘴巴倒是比骨头硬 你 我 我 你继续站在那里 千万不要动哦 盈孝 你什么意思 八戒的逆天魔龙 竟然被那个老者不定冲回 这里就掉走了 灵孝 快把我的手下还回来 哎 这可不怪我哟 梦幻天堂开启时 只有七阶以下的人能靠近湖泊 你要是不信 可以自己再去试试吧 那老者并非人类 而且实力深不可思考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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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进入梦幻天堂的二世人 上前来 记住你们的任务 希望你们都能在梦幻天堂里有所收获 但也要万事小心 快上去吧 多谢明天 多谢明天 是玉燕 他果然来了 龙团长 如果梦幻天堂开启的时候 我们还能再见的话 我就再送你一份大理由 不知道玉燕想玩什么把戏 看来此行去甚出行事 梦幻天堂 乃自然女神留下的神殿 为圣魔大陆繁衍的本源所在 其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此时俱在 昼夜共存 万物生生不息 皆遵自然女神法则 今百年修养之旗已至 我受命为你等 开启梦幻天堂 为期三日 三日内 你等可在梦幻天堂自由行动 能否收获玲卢 各拼机缘 现在 收敛新神 万象自如 起 此乃梦幻天堂的规则之限 在检测进入之人是否为期节之下 检测通过后 你们就会被投诉进 梦幻天堂的任意之地 带入入屋里通过检测 你们便会被梦幻天堂驱逐 此生不得再见 门迪 来我身边 殿下 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只是其他人都被分散了 不重要 让他们玩得开心些 不知道昊晨被传送到了哪里 我就紧快和他会合 为什么其他人都被传出去了 我现在还在这里 而且规则之下怎么没有检测我 怎么回事 传送通道 竟然被更高党级的法座毁了 这孩子身上 居然有与自然与神法则相似的存在 难怪公子只想无法检测他 自然与神 难道他 就是您让我们等待的意义吗 自然与神 难道他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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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一切那部分事情 但我还是隐于记忆 如果我想 我早已是死神 梦幻天堂的连气竟然如此重远 哪怕我不主动吸收 也会源源不断地涌进我的身体里 这当然是因为您是光明之子了 主人 光明女自然原本就是相处相成 对整个梦幻天堂而言 您就像太阳一样 拥有非凡的亲和力 我隐约能感觉到 在这种亲和力的加持下 您在梦幻天堂内的运气会特别好 她借你几言 我们走吧 目前的首要任务 是去和彩儿约定的地点 与她会合 去灵殿中所说 整个梦幻天堂内 蕴含天地精华 藏有无数玲卢 这也是我们此行 所有人的目的 待我和彩儿集合 再与魔族竞争会更有胜算 啊 恭喜这位幸运的旅人 成功触发了 凌卢的讨厌 没想到这么快就遇上了守护者 只要击败我 就会得到这个宝贵的灵卢 主人 我没说错吧 您的运气果然很好 这是一个很罕见的无数型灵卢 所有人都能牺牲 竟然已经拥有一个元素灵卢了 看来这位旅人的运气真的很不错 这个人类身上怎么会有 如此浓郁的功名气息 为什么我会突然好像把灵卢送给他呀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一个有原则的守护者 从不做这种倒贴的行为 灵卢不嫌多吗 怎么样 想好要接受我的考验了吧 尊敬的守护者 我与队友失散 必须尽早和他会合 如果您愿意 可否先让我通过这里 找到队友后再回来 完成您的考验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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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只有一次 你当时在买白菜呢 这可是灵卢 完成我的考验 拿走这个灵卢 我身后的秩序之门就不会打开 你也别想通过这里 现在灵卢都沦落到 强迈强迈的地步了吗 灵卢守护者 不仅实力强劲 还能受到梦幻天堂的巨大增幅 拥有守护者之力 十分难缠 但这已经是最近的线路 彩尔还在门后等我 尊敬的守护者 我愿意接受您的考验 早这样不就行了吗 原本的考验 是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限内 击败守护者 但我很喜欢你的气息 所以 只要你能撑到杀戮落尽 陪我玩的记性 就算你赢 怎么样 我没有意义 开始吧